今天因為第五次上課 所以前一次上課的錄影 上次重點就是說 我們一樣 再來就是VBA的部分講的比較多一點 其中的話 就是151那個範例 跟手機那個範例 其實我們有把它做Ending 那怎麼樣用VBA來做一些資料處理 當然有個重點 第一個Excel裡面的函數跟VBA裡面的函數是不一樣的 也就是如果將來你要寫VBA 假設你要用一樣的邏輯 你可能要想說Excel裡面的函數 用哪一個VBA也要想想看有沒有這個函數 那你要去找 至於怎麼找我有講過 按F1其實有相關說明 那你可能要找對應關係 那寫出來的好處就是說 你的VBA的程式 第一個你的檔案不會那麼大 因為如果你用輸入公式 它會變得非常非常 檔案會變越來越大 尤其是你那個輸入的範圍越大的話 那不得了 一儲存檔案的時候 那檔案 這也是之前同學跟我講說 老師我檔案好大好大 原來它一輸入就是輸入幾萬幾十萬筆之類 然後一存檔 檔案變得好大好大 我說那你這個時候你就不太適合用 直接輸出公式到儲存殼的VBA程式 那你就必須要改了 那改的話你就要想說 你的Excel裡面用的規則 你要怎麼把它轉成VBA 那至於轉的方式 其實我們上禮拜都有講 所以也許你可以 像我們151那個刮鬍字 fine它那個什麼 Excel裡面的函數用fine 可是這個fine尋找的函數 在VBA它叫fine 它也有 但是它會用另外一個 我沒有找另外一個 instry INSTR那個函數 它其實用法跟fine很類似 只是說它的參數剛好位置顛倒 有沒有 然後另外的話 如果有找到位置一樣告訴你哪一個 如果找不到的話呢 它會回報告訴零 所以如果是零的話呢 那表示沒有找到刮鬍 有的話呢 告訴你刮鬍在哪一個位置 這個應該有意向吧 我們是在151嘛 所以這個比較重要 所以我就把那個重要的部分 就是151刮鬍這個範例 然後程式其實雲台上有啦 那基本上我這邊有講怎麼樣轉的方式 把它轉VBA 那第一段是先輸出A3嘛 所以我們先去A3裡面 把它丟INSTR 那另外還有一點就是說 這個在VBA裡面 它可以增加變數 比如說我增加一個A 增加一個B 用A去儲存 那個什麼呢 A去儲存 就是前掛號的位置 用B去儲存 這個後掛號的位置 那一個好處 將來你的公式 有沒有 你就可以在這個地方 用A跟B去帶就可以了 那當然相對的啦 如果你用eSale公式的話 沒辦法 eSale裡面 不能有任何的變數 所以o eSale公式 它一個很大的致命傷 就是說 如果你這個規則很複雜的話 那你可能需要放一些變數 那沒辦法 那會變成上你的程式 那之前我們怎麼做 之前你就照A的話 變成說 你就要把這一段公式 就放在A的位置 那因為這邊有兩個A 裡面重複的東西很多 那公式變非常融長 但是如果VBA的話 它實際上是可以 讓你先把結果先放 暫存在A 所以特別注意這個等號 這個等號實際上就是把 這個最後做出來的結果 放在A裡面去 所以這個等號一般解釋 是把後面得到的結果 放在A的變數裡面的意思 ok 所以有A有B 然後最後再加一個回圈 所以上個禮拜最重要是這一段程式 那我是建議 如果你實在是 上完課之後 我還是蠻強烈建議 有時間的話 也就是自己開個空白的檔案 然後自己練習看看 有沒有辦法把這一個程式寫出來 如果可以的話 那表示你真的是學會 但如果你寫不出來 表示你還不熟悉 那 因為其實以前有蠻多同學 上完課之後 然後一直說 老師為什麼我還是不會用VBA 因為你不會寫啊 你回去一定是沒有花時間練習 因為如果說你要能夠很純熟 像什麼東西啦 其實說真的 也許你聽過你大概知道有哪一些東西 但是會跟熟練 或者是專精 恐怕又是不同Label 有沒有 有的人會啊 會跟你講 也許你聽得懂 但是這樣你做 做不出來 很多喔 現在很多人學過不會的蠻多的 但是有人會也會寫 我要試另外Label 但是除了會寫之外 還很會寫 一段問題 馬上可以反應 哇 那些不同Label 所以啦 至少你會還有一個好處啦 就是你將來跟那個 會寫程式的人比較好溝通 因為其實最怕就是User端 跟你 譬如談需求的時候 那個使用者端 他因為他完全沒有那個程式的概念 然後跟你敘述的 就天馬行空 真的很累 那如果你找一個會的人 直接跟你講重點 好啦 我知道 大概怎麼寫 馬上可以寫 那你會發現 敘述 有沒有到重點 跟這個結果 會很 成這個 哇 這個是差距很大的 對的馬上談 你不用開太多次會議 反正大概兩三下 講一講就OK了 但是不對的你會發現 哇 真的很浪費時間 因為他根本聽不懂你講的 然後你也聽不懂他講的 哇 真的就是會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通常 公司大概會希望說 能夠找到那個 可能至少你要有那個 基本程式的素養的人啦 不然說真的 連那個程式都完全沒有概念的人 哇 真的是很頭痛 當然至少你有程式的素養的話 基本上呢 第一個啦 我想你在溝通上面會比較沒問題 這個是基本的 因為你懂嘛 你寫過嘛 對不對 所以你寫不出來 但是你至少知道說 原來程式這麼一回事 對不對 你也比較跟工程師溝通 也比較沒有障礙 第二個呢 你也比較知道說 我們不應該土法煉鋼 雖然你暫時還不會 但是你一定會想說 我要想辦法 再怎麼樣 找一個會的嘛 對不對 你幫我寫一下嘛 或者哪個地方我寫不出來 你幫我稍微看一下 慢慢進步一下嘛 不然的話 你永遠都土法煉鋼喔 你的效率不提高 永遠事情都是做的沒有效率 然後一直不斷需要加班 一直做不出來 那這個當然最需要學的 我覺得啦 只要你身邊有大量的data的時候 那你就一定要需要處理嘛 那處理的話 目前當然 首選還是Excel啦 因為除了Excel 好像目前 還有哪個工具可以取代它 好像免費的很多 但是好像都沒有人喜歡用 我不知道為什麼 而且之前蠻多企業想要引進有沒有 因為免錢啊 可是後來發現都失敗了 為什麼 因為所有人都不喜歡用 而且喔 用了之後發現很多問題 不知道找誰問 然後最後的話 又倒過頭來 乾脆好了 買一買好了 每次都遇到那種軟體的問題 真的是很頭痛 所以有些老闆就覺得 算了算 交一點保護費好了 一勞有益 所以也就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好像我記得前幾年有一段時間 Office的市占率是下滑很多 但是這幾年奇怪了 什麼好像又突然又上完了 而且目前的市占率 之前看到一個這個數據 我有點嚇到 我不知道是不是精確了 台灣的Office 以Excel來說 市占率佔95% 95耶 要錢的95% 那免錢的可能大概5% 不知道為什麼 OK 不過我覺得 因為他委婉的現在的執行長 真的還蠻厲害的 因為第一個 最近他Charge GPT 他很厲害 看準OpenAI的公司 馬上丟錢給他 馬上持有股份 好像49% 其實應該超過50%以上 然後把很多技術 把他寄註在Charge GPT上面 現在不得了 Charge GPT等於火紅了 OK 然後另外的話像Office 他其實我覺得蠻包容的 他其實各個平台上面都有Office 像蘋果上面 Mac上面也有Office 另外的話 現在連Android手機上面 其實也有App 是Office的App 他等於是免費功能 雲端也有一些功能 只是說他不能寫成 有些進階功能他沒有提供而已 好 那我們回過頭來看一下 剛剛這地方 剛剛講的程式 我想回去請各位 盡可能花一點時間 把它熟悉 其中的話 我們是用E3這個函數 我把它放大一下 因為我把燈關一下 因為這樣看起來 比較不會反光 然後如果還是太小 再跟我講一下好了 盡量反正調一下 然後我們用FINE函數 用E3函數取代FINE 然後在VBA裡面MID是一模一樣的 MID一樣是做切割函數 那在VBA裡面沒有IfAir 所以我們用If邏輯判斷 那這個If邏輯判斷 未來會用到的機會非常非常多 只要是你要做一個條件的分析的話 那一定都會有If 中間加一個條件 那我這邊補一個條件是A不等於0 也就是說 當什麼時候要取裡面的資料呢 就是當我有找到瓜糊的狀態 那什麼叫有瓜糊 有瓜糊就A一定不等於0 因為A等於0 就是找不到前瓜糊的意思 我剛剛有提過 所以如果你找不到資料的話 它回來就0 那找到資料的話 它會告訴你第幾個字 OK 所以它還有概念 不等於0 記得這個是不等於 不等於是這樣寫 VBA裡面的不等於 是用小於跟大於 OK 這個規則是固定的 你不要問我說 有沒有別的寫法 沒有 沒有就沒有 當然你如果Java 或者是Python 又另外一種寫法 你可能就不要混淆了 OK 然後其他的話 這個地方大概輸出結果 OK 那今天的話 接下來繼續來看 所以我在教學論壇裡面 每一次上課的清單都有 有講到的 我就不重複講 因為不要浪費太多時間 如果你假設你聽說 老師你這個好像有講過 但是為什麼我沒什麼印象 表示你回去沒練習 就這麼一回事 應該如果你練習過 怎麼會不熟 所以實際上應該這樣 可能要來個什麼 什麼期中考試 期末考試 但是我想應該沒有人要來 對不對 上課 我說請假 不考試 可是說你不考試 你怎麼知道你會不會 所以 這個還是需要一點點磨練的機會 OK 不過考下來之後發現 真的很多人考試不太行 真的很花時間 坦白講 但是你不花時間你要學會 這又是不太容易的 OK 那至少 我是建議各位回去一定要動手 然後謝謝看 這個是蠻重要的 不然也好像沒什麼辦法 不然看 因為你影片看再多次 你還只是一個印象 你會不會不知道 但是你知道而已 僅止於知道 OK 那上個禮拜還有 就是我們後來用了 有一個自動偵測最下面一列的方法 有沒有就是Range A1.END AND 然後刮到XL Done 這個蠻重要的 為什麼 因為未來 資料會變動的話 那你就要必要去追蹤 如果沒有追蹤 那變成你每次都要改那個數字 OK 所以向下追蹤 我上個禮拜有提到 這個可能自己要再花一點時間去了解 那可能還有一個部分 就是說 你說老師我的資料不是連續的 偶爾講過 你不是連續沒關係 你可以從下面往上追蹤 可不可以啊 好像我提到那個什麼 不同版本的列數不一樣 你可以用Rows.count去判斷 也是一樣可以從下往上追蹤 得到你要的位置 我覺得這一招其實還蠻管用 目前為止 我用起來好像還沒遇到什麼太大問題 當然如果 因為VBA的寫法非常多種 所以你如果看到別的書上 也有寫別的方法 你可以參考 但是 我覺得你學再多不如學一招比較好用 慣用的 因為 寫法也太多 最後你學完之後不知道要用哪一招 最大的問題 那你知道我最後 其實我提供給各位都是我自己 選擇之後我發現這個應該是最簡單的 所以我直接告訴你 這個是最簡單的 那其他 應該也沒更簡單的 你就先學這個好了 如果你想要學 你可以再去看看 不過最後你還是覺得 其他的好麻煩 比如說建一個物件 然後再利用這個物件去找到你要的位置 那太麻煩了吧 房間書籍都有寫 但我覺得都是太麻煩 這個方法應該是 目前我覺得來說 最簡單的方法 OK 那上個星期還有講到這個 住宅切道的統計分析 比如說我們 從那個開放資料裡面 政府開放資料 你就打開放資料 然後搜尋切道 假設我對於那個 切道相關的問題很有興趣 尤其是台北市 台北市到底這幾年的治安是變好還是變不好 當然我們有時候會Google查一下新聞 可是新聞媒體你會發現 真的 十萬八千里 有沒有 有的是 還有顏色的嘛 你會發現 雖然講一個事情 但是結果好像都不一樣 有時候你想說 那我要客觀一點 沒關係你可以自己找 找答案 那怎麼找答案很簡單 你就在網路上找到那個 開放資料的台北市住宅切道點位 點開來之後把它下載 那這邊有個連結 那如果下載之後的話 打開來 那我們上個禮拜 其實就是 從那個 政府機關所給我們的資料 那如果啦 我們需要有三個問題的答案 第一個 歷年的 切道案件 到底數量是增加還是減少 OK 所以 我們如果說 假如 我希望 得到結果的話 當然在Excel裡面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利用樞紐分析表 OK 所以 以後如果人家問你說 到底Excel哪裡好用 其實我覺得啦 真的樞紐分析表 這應該也是 一個很大的特色 因為如果Excel裡面沒有樞紐分析表的話 我也不會很喜歡用 但是因為就是有樞紐分析表 太好了 而且其他的Office 好像也有類似功能 但是很難用 OK 不像Excel的樞紐分析 這麼方便 直接拖拉 就可以得到結果 所以呢 但是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使用樞紐分析表的時候 可能要特別注意 如果你今天要統計什麼樣的資料的時候 你一定要有那個欄位 不然的話 你就沒辦法做後面的 所以樞紐分析表 可能基本的使用規則 第一個 一定要有那個欄位 如果沒有那個欄位 那沒辦法 你也要把它變出來 那那個欄位怎麼出來的 當然你可以從原有的資料去找 比如說我們可以從日期 因為日期有年月日 然後我抓年的部分出來就OK啦 當然也有顛倒的 可能怎麼樣呢 如果我要一個日期 可是它可能是年月日 那你可以把它結合在一起 就變一個日期 反正有可能有資料 是分開來的 從其中取一個部分資料 另外也有可能把很多個欄位 像那個手機號碼 也是把三個欄位的資料 變一個欄位 好那我們取得年 OK然後把它前三個字抓過來 就得到年 然後其他就區 再入街道 那上個禮拜其實我們已經畫出來了 這個歷年竊道折線圖 我們還記得吧 那你可以馬上可以知道 那當然這個歷年竊道折線圖 其實主要是利用什麼 利用前面所得到的這個結果 的年這個欄位 所以如果假如已經有年這個欄位 你要繪製一個歷年的切道折線圖 就會非常的簡單 OK 比如說我要統計 要怎麼統計 還記得吧 所以這個 第一個 我們是利用插入 插入那個 樞紐分析表 然後呢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幾個動作 一嘛 重點複習一下 一插入樞紐分析表 然後他會先幫我選一下範圍 對沒錯 按確定 第二個話你再把年這個欄位 拖到列 再把年這個欄位拖到值 他會顯示出什麼呢 歷年 就是說呢 不重複的這個年 他幫你count起來 其實這樣背後 有點類似像count if的一個函數 我幫你算一下 104年一次 104年兩次 一直全部加總 所以你得到的結果 就類似這樣 但是我只要104到111好了 你可以把102跟103 隱藏 隱藏什麼隱藏 很簡單 上面列標籤右邊有個箭頭 你可以把102、103跟112打勾取消 如果你把打勾取消的話 意思就是說 把這三個年份的資料隱藏起來 我不要看到 OK 其實這個也是用篩選的方法 最簡單的篩選 按確定 你會發現 留下來就是我們要的這個 應該是8年吧 所以這8年等於是 剛好是那個 前任市長 柯P的那個 他好像是104年代 103年吧 然後 做到 應該是 今年卸任 OK 所以 理論上 他真正執政的 期間 應該 這個8年應該是準的 那可是我想知道就是說 到底這8年他的治安 是 越來越多還越來越少的話 那實際上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利用所謂的樞紐分析圖 點擊他之後 那在選取那個折線圖 折線圖部分的話 這個地方習慣會有 含有標記的折線圖 然後呢 就選這一個 按確定 然後呢我們就得到 最後像這樣的圖形 那你再把它稍微調整一下 並且加上上面的這個 標題名稱 然後呢 把這個 圖例把它刪掉 那就得到最後的結果 最後如果想要看到 歷年切到折線圖 那就一目了然了 折線圖當然呢 他比較 用於就是說 你橫軸是時間 縱軸是數量 有沒有 像這個嘛 橫軸剛好是104 105 一直到111 剛剛好 這樣排過去 然後縱軸的話 剛好是數量 所以你會發現 以這個圖表來看 相當清楚 這個卸刀案件 在 104年的時候 其實這樣看 接近大概700筆 可是他卸刃的時候 已經不到200 一年 一年365天 所以 等於他就任的時候 一天大概兩件 切到一件 他卸刀的時候 大概就不到 等於大概0.5件 0.6吧 OK 所以其實 已經算是少很多了 OK 不過你會發現 他應該是越來越少 可是 你會發現 最後一年 有沒有 最後一年有一點點往上 有沒有 110年 跟111年 好像變水平 不是水平 好像 是不是有略為往上的趨勢 所以他最後一年 是不是已經開始放 放掉了 所以已經對於 市安已經沒有太 反正就這樣 已經不錯了 OK 所以未來 下一任市長的資料 他還會更新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再顧個幾年 這要更新之後是我們可以再把資料拿來做比對 這一任市長跟下一任市長的治安狀況如何 OK 所以 第一個問題我們已經有答案了 好 上個禮拜講的 第二個問題的答案 第二個問題 如果希望知道 到底哪一區 哪一區 你說哪一區 可是沒有這個區 可是在地點裡面有區 所以可以把地點裡面的區抓過來 那我如果想要知道 到底台北市的哪一區 這竊召案件發生的數量是最多的 如果我要強調這數量的話 可能用直條圖吧 可是如果我想要比例 到底哪一個區 竊召案件的比例最高 百分之多少 然後 佔多少 佔比多少 那當然最好是給我一個比例圖 有沒有 比例圖的話 最直覺應該是圓形圖 有一塊餅 誰分得多 那表示說 他就是 數量最多 可是問題 我如果有這個需求 請你幫我做出來 要怎麼做最簡單 OK 所以第一個 當然 你需要把區找出來 第二個的話 還是一樣 用樞紐分析表 跟樞紐分析圖 如果會做的話 大概 三分鐘以內可以做完 OK 試試看 先把區先取出來 OK 待會我們再來看區的部分 再來就路接道 OK 比如說 我覺得區範圍太大 我想要知道哪一條路 這個住那邊 最需要 注意那個住宅上面的 切道問題 OK 你可以找一下 當然你說 其實 開放資料裡面 除了 這個住宅之外 其實還有別的 哪邊 其實我是覺得 蠻好玩的 如果你們對 這種 開放資料有興趣的話 其實可以做不完 像還有汽車 底下 這個是住宅切道 它還有相關的 所以你往下捲動 這邊還有汽車的 比如說你車子停哪裡 最容易失竊 機車的 比如說你機車停哪邊 失竊率最高 這雷區 所以雷區的話 應該避開 不過我覺得他應該自己 把這個圖像畫 有沒有自己把它 Load到那個 有沒有 一個網頁 或者一個App 然後我只要打開來 在地圖上 就可以馬上顯示 有沒有哪個地方 最容易失竊 告訴我 以後不要停那邊 如果停那邊 一定要加大數 對不對 OK 這樣知道 就可以避免掉一些 失竊的問題 自行車也是一樣 哪邊最容易失竊 其他 我記得好像 還有別的 所以你們可以找一下 台北市 竊道相關 好像還有搶奪 還有等等的相關的 你都可以 拿來做分析 OK 其實這個都衍生性的 那當然你說 除了台北市之外 其他六都有沒有這方面 知道 當然有 你也可以比較一下 這樣子 但是 其實說真的現在人 空口說白話沒有人會相信 最重要是 有圖有真相 其實有圖背後就是數據 有沒有 有圖指的是什麼呢 有這個圖 有沒有 歷年竊道則獻圖 所以如果我講說 這幾年 柯P 不這樣 我又不評論好了 我沒有任何意思 我說看到好像越來越好 我也別 你如果這樣講 我有圖吧 我不是亂講 而且資料是公務員刊登的 如果他 刊登不實 他要坐牢的 好像是兩年以下 我記得 然後可能他會亂坑燈 OK 所以理論上這個應該是相對客觀 你說 沒有 有的討厭他的人 哪有 治安壞到不行 我們家附近常常招小偷 你住哪裡 OK 反正討厭他的人 我覺得這種政治 就是很極端 討厭的討厭 他在做再好 你說真的 他還是討厭你 所以你不用說為了因為某些人 然後 而覺得好像說 要特別討好 沒必要 OK 你討厭就討厭 所以 人不是因為要討好別人 而去做一些事情 反正你該做就做 對不對 而且有的時候 反而你想做事 反而更容易得罪人 有沒有 像 比如說像交通問題 最近好像一直上新聞 其實我也蠻想要你們去統計一下 那個交通 到底 交通事故 哪邊是 近幾年 不要說全台灣 近幾年台北市的那個 比如說那個傷亡事件 到底是增加還減少 OK 那六都到底是也沒有什麼差別 其實差別還蠻大的 其實交通部都有公佈的 之前我好像有真的做過統計 我自己抓那個資料下來 我發現 其實六都 也不是 就是都過安全 其實反而看起來好像 台北市好像近幾年有 稍微比較好一些些 可是其他縣市好像就沒有 所以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去那個 外縣市旅行的經驗 尤其你如果騎U-Buy的時候 你就會比較有感覺 U-Buy在台北市 有那個自行車道 真的是 真的不錯 不過剛開始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記得好像有常被罵 有沒有 幹嘛坐自行車道 車都不夠走了 都塞車了 幹嘛還 可是做了之後發現 太好了 有些優心你去外縣市騎自行車道 你會覺得到底自行車道在哪裡 好像最近桃園有沒有 一個小時免費 所以 有一次我就突發騎想 我就想說 從源氏大學騎到桃園車站試試看 大概六點多公里吧 OK 結果我發現 真的沒有地方騎 最後我發現我都騎到大馬路上 但我只能騎到最邊邊 因為我不可能像機車一樣那麼快 所以我只好 騎在那個 邊線的地方 還好 我是覺得因為我腳層是還OK 可是如果腳層不好的人怎麼辦 如果你劃一條線讓他可以走 當然不是設U-by才有意義嗎 幫你設U-by給人家 反而增加別人的麻煩 因為沒有劃分清楚 OK 不過我覺得台灣的交通 真的還很長的路要走 只是說到底要怎麼改善 有沒有什麼數據 然後我們 要能夠提出我們的問題 一定要有些數據才有辦法 做一些改善的方向 OK 請各位先試一下 利免竊道的這個部分 待會的話 我們再 找出台北市 哪一區的竊道案件最多 OK 待會還有哪一條路 街道 竊道案件最多 公開 公開